攻迷全球,知足最乐 台湾有句俗话叫做 树老看树头,人老看脚头 人的脚好比树的根 根一败坏树就枯萎 脚一有问题,身体就会衰老 郑英纪先生师承无弱时 赋予脚部按摩完整之理论 并发明不惧痛的脚部按摩 郑老师已经16年 也是因为有脚底按摩才认识他 那时候他很好奇去台东 问我这个到底是什么东西 那时候他身体身体不好 他家里的人也有很多问题 所以他很有兴趣学 先解决他自己的问题 或帮助家里的人 我们常常在一起研究这个健康法 我学了很多 因为他对中医的理论 很有研究,很有经验 其实我们的肉体跟大自然 也是有密切的关系 跟气候有密切的关系 哪一个季节容易生什么病 这是我们的古人 已经帮我们老早就统计出来 在脚底按摩上 我们取他的一部分 来运用在我们的保健的手续上 小小的低音 一 足部反射区保健法 是借着足部病理反应区的按摩 透过经络神经的传达 对内脏产生普遍性或全身性的调节作用 使阴阳平衡 生理机能恢复常态 头部反射按摩示范 现在我想在脚上 向各位示范一下脑各页 在脚的反射区 还有按摩的方法 现在我们来进行 这是他的右脚脚趾 当我们用拇指在脚脖子的地方一握 整个指腹就显现出来 这就相当于我们的左脑的脑半球 整个面就是我们的大脑反射区 前面这一部分是属于额斗 下缘是属于小脑的反射区 侧面 整个侧面是我们的颠阅反射区 也就是我们的太阳穴 中间部分在指甲的下方 拇指指骨的末竭靠内侧的地方 这里是我们的脑垂体 与其说脑垂体不如说是我们脑干的肩脑中脑 因为脑垂体正好是在我们眼睛的后面 跟两耳连线交叉的地方 所以是我们脑的正中心 现在我们先来谈谈大脑的反射区 假使是一个很小的小孩 或者一个很软弱 很虚弱的人 那么你可以用你的手的拇指 在大脑的反射区 轻轻地按摩 当你抹上油 目的是造成润滑作用 以免摩擦生热引起水泡 所以按摩的时候用指腹按住 然后轻轻向额竇的地方推 一次两次 不限于几次 当你在按摩的中间 同时也是一种诊断 你可以从你的按摩的触觉里面 指腹的感觉 发觉 大拇指腹 是不是有什么反应物在里头 有没有任何硬块 假使没有硬块 重复的十几次 二十几次 这是促进脑部的循环 现在我来示范 脑垂体 的按摩 这个点 就是我们讲的脑垂体 实际上 它在我们的反射区里面 是很小的一个单位 所以 我们这个按摩 相当于在刺激脑部的中脑跟肩脑 这是人体很重要的一个地方 它能关系到我们人体的生理活动 脑垂体在下丘脑的下方 所以我们按下去以后 相当于按摩到下丘脑 我们可以用点压的方式 当按摩这里的时候 你可以用另外一只手压在按摩棒的上方 轻轻的加一点压力 成圆形的轻轻旋转 当你这样按摩的时候 你实际上按摩的是我们的中脑跟肩脑 从脑垂体以下 一直到这个下缘这个地方 几乎就是我们身体所说的脑干部位 这几乎就是我们的脑干部位 颜脑 就是在脑的下方 比较深处的地方 它紧邻着我们的小脑 小脑的部位 假使发生问题 那么我们的运动的协调 就会出问题 这是我们的孽约 也就是所谓的太阳穴 很多人太阳穴发生问题 那么在这里就会产生硬块 那平常 我们用